小嬰兒小孩子都會怕他的影子 因為我們的腦袋的資料庫裡面 還沒有裝一種資料叫做 影子不會妨礙我們的生存 但是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自動我們就會對影子的重量給消除掉 不會影響我們的生存的 而且它不是實存的東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世修頻道 我們今天也是程序的前面的內容 來談一談視覺的問題 也就是在攝影照片 我們稱為叫做 如何強化你的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作者的意圖 也就是你的作者的意圖 要如何在你的照片 能夠迅速的被你的觀者判見 今天我們就來用兩位同學的作品 來談一下和視覺有關 非常重要的視覺的掃描的優先順序 我先請各位觀看第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同學的作者意圖 不是想要用這張照片來呈現 影像應該要有的光影感 這張照片在表現作者的意圖 光影感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存在在這個畫面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是注意到這個貓旁邊的波浪板 那為什麼我們的視覺會集中在貓旁邊的波浪板呢 那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的比例是看到光影感 其實我剛才在一開始提的時候 把這個光影感的這個主題先講出來 其實也是某種程度的引導 提示這件事情 其實會引導我們觀看的順序 什麼叫觀看的順序 我們的注視點去抓住我想要看的內容的那個必要的過程 因此在這個Yabes這個眼球運動和視覺的這本書的作者 講的意思就是我們的注視點 它在我們的觀看的過程當中 它會不斷的到我下一個想要看的地方去 這個叫做注視點的掃描 好 我們就先看第一張照片 好 那不知道各位直接的感受是什麼 但是我想要提醒一下 問一下各位 你的第一眼 你的視覺的第一眼看到哪裡 之後你再看到哪裡 然後請你記錄一下 這個第一眼到第四眼的順序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了解一下 你這個順序是怎麼來的 作者的觀看 和我們在照片上的觀看 是不一樣的觀看 也就是照片不等於現場 為什麼說呢 對這個作者來講 它其實是在那隻貓 要往那個屋子裡面走的過程當中 貓站在那個台階上要進到屋子裡面 之前它按了快門 所以對它的視覺來講 它是一隻貓 它正在移動 要進到那個房間裡面 所以它的視覺 它只看到貓要進到房間裡面 所以在這個時候它按了快門 但是呢 對我們看那張照片的人 它按了結果的照片的人來說 我們恐怕不是先看到貓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 先看到是旁邊的波浪板 那也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相信應該很少 是先看到旁邊的那扇窗戶的門框 那有多少人會先看到那個門框 射下來的門框的斜的那個影子的線 那這就是 關係到觀看如何影響你的意圖 要呈現在你的照片裡面 對作者來講 他選這張照片 他要交的作業是 在一個題目叫做光影感 題目底下 他交這片作業 但是大部分的人 應該是最先看到的波浪板 這就是關係到 剛才我們講到的 影像的視覺的生理的 這個特質 生理的特質是為了我們要活下去 所以這個畫面裡面 第一個 佔著面積最大的 就是那塊波浪板 所以它會優先被我們看到 第二個 波浪板上面有反差非常強烈的明暗的線條 一明一暗 首先明暗的反差非常大 這會讓我們優先看到 第三個 第三個是 一明一暗的線條畫了好幾個 這個反覆出現的次數也會讓我們優先看到 所以 對攝影者來講 他優先看到的是正在移動的貓 但是對我們看靜態照片的人來說 我們看到的是那個波浪板 而不是那個貓 因為那個貓在照片上它是沒有移動 第二個 它佔的面積又非常小 第三個 它的頭部的特徵也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它佔的面積 範圍面積太小 所以 克何放 它的意圖是要交光影感的作用 你可以看到 光影感這樣的訊息的內容 在這張照片上面佔了多少的領力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視覺生理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視網膜的中央小 我優先處理的順序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這一張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你在這個留言區裡面 大家一起來討論 你對這件作品的看法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 我們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的視覺的掃描順序 是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是在哪裡 那這一件作品是這位同學 想要在我們的作業裡面 我們的作業叫做影子的語言 他要教影子語言的作業的時候 他教這一張照片 他的意思就是說 請你看一下這張照片的左邊的那一根路燈的影子 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最先看到的是那一個 在畫面的左邊三分之一左右的那一根路燈的影子 那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視覺的什麼原因 這個還是和我們講的 影像的第一層訊息是有關的 第一層就是我們講的 生物生存本能的訊息 那我也要強調 這個生物生存本能的 需要的訊息呢 第前面兩個字是生物兩個字 不是人或人類 這意思也就是說 這樣的訊息呢 是不需要學習的 生物生存本能 不是人才這樣看 而是所有的生物都這樣看 在生物生存的本能裡面呢 有兩件事情 剛才講到的變化這件事情 第二個是有意義的事情 有意義的事情 和它的重量 也就是在我們圖像語言講的圖的重量這件事情 所以圖的重量就是說 當它的輪廓線非常完整的時候 你就會優先看到它 而且你是實際的東西 而不是虛的東西 這個我們在攝影的教學裡面 有講說實和虛的比例 實的東西呢就是具象存在在那裡 而虛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邊有一個 一個這個雞蛋 可是我旁邊呢 我用我的鉛筆畫了一個雞蛋的圖像 那雞蛋的圖像就是虛的 而雞蛋本身就是實的 所以你看一看這張照片 再回到這張照片來看一下 哪一個叫實哪一個叫虛 當然是那個有完整的輪廓線的窗戶 是實的 它上面綠色下面紅色這樣的一個顏色的對比 等等的都會讓我們在這個畫面裡面 先看到右邊的那個窗戶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先看到旁邊那個虛的影子 就是還不是非常黑 而且是淡淡的灰的這樣的路燈的影子 這就是我們的視覺優先順序 一定會看到輪廓線非常完整 而且是對我們的生存來講是有意義的東西 因為實際上氣體學家也都告訴我們 我們年紀很輕的時候 就是嬰兒的時代 你的一歲兩歲以前這樣的一個時代 我們看到地面上的自己的影子會害怕 因為我們的腦袋的資料庫裡面 還沒有裝一種資料叫做 影子不會妨礙我們的生存 所以小嬰兒小孩子都會怕他的影子 但是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自動的我們就會對影子的重量給消除掉 就知道它是不重要的 它是不會影響我們的生存的 而且它不是實存的東西 所以在影子裡面 如果你要創作影子的照片的話 通常影子要佔比較大的面積 而且它的反差要比較大 現在你看這張照片 那個旁邊的窗戶 完整的窗戶 實存的窗戶 第一個它的反差很大 第二個它是實際存在的 所以它在我們的視覺的重量 我們就會優先去處理它 而是要的去處理那個影子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你的意圖要怎麼破獲你的 這個作品來表現呢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圖像畫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們應該藉著今天這兩件影像 應該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攝影現場的觀看 和同樣的攝影現場得到那張照片之間的 不對的關係 但是大家都認為 現場的樣子等於我的照片的內容 其實現在你應該很清楚知道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今天的內容 歡迎大家按讚 分享加訂閱 然後開始小鈴鐺 那也歡迎你對我們今天的內容 在留言區來討論 謝謝各位